弟太后的亲侄子 谁敢挡我的道 以后都没有好下场 吴大人 你省省吧 这里没有宣布衙门的御族 我们都是总督府的卫兵 现在我们只听 刘统勋刘大人的吩咐 刘统勋 刘统勋你这个王八蛋 呦 吴大人 你还惦记着我跟我老爹吧 刘统勋 我给你拼了 吴大人 我老爹吧 可不想跟你拼命 他还得留着这条老命 为百姓造福 为民除害呢 刘大人 我求求你了 千万别杀了我和全子 我把我的金银财宝都给你 吴大人 你以为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呢 我老爹除了我 什么都不稀罕 小少爷 你想要什么东西 只要老乌腾半岛的 绝不含火 我 我只要求你两件事 只要能活命 我什么事都答应 真的 第一 你要承认你的罪行 我知道 可是我要是认罪 这一把一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到时候你们说话 不守信又怎么办 是什么事 吴大人 你信不过小儿 总该信得过我吧 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说话算数 好 我相信你们 我承认 那个师爷和那个账策上记的都是事实 好 还有第二 就是取消乌勒巴图和宇格格的婚约 这事老夫已经没有奢望了 但是你得在大堂上说你父子罪孽深重 不能辱没了格格 这没有问题 没问题 现在说没问题没用 得在明天大堂上说 要不然可别怪我们 绝对不会 好 那咱明天大堂见 老爹走 刘大人 刘少爷 到时候你们俩说话可要算坏 怎么样老爹 爽吗 这个乌日态 格格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婚事了 不过真没想到 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这种人为了活命 什么条件他都能答应 傻了 怎么了 早知道他为了保命 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咱们应该让他当堂揭发和审和英联的勾当 尤其是那个大堂官英联 肯定没少收乌日态的贿赂 那是 不行 我现在回去找他 回 怎么了 老爹 乌日态算计得长远着呢 他可不能随便得罪英联 要是得罪了 及时把他给放出来 英联能让他有个好词 反过来说 这乌日态 攥着英联的把柄呢 他还能指望用这个把柄 要挟英联 等着以后东山再起 除非咱们刚才把揭发英联当作他保命的条件给提出来了 看来真是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你什么时候成智者了 我不跟您学的吗 你少贫嘴 明天大堂审乌日态 罪状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他不是想借英联东山再起吗 我就盼他个永无出头之日 带吴林峰吴氏 草民吴林峰 靠见清醒小老爷 吴林峰 因替兄报仇 揭露贪官乌日态的罪行而遭受陷害 吴氏 无故蒙冤受辱 两人均当堂释放 并通告全城百姓恢复其名节 多谢清天小老爷 多谢清天小老爷 你们先下去吧 好了 走 来人 带史剑林上堂 罪民 宿剑林 叩见小老爷 宿剑林 小人在 你强占民女 无陷忠良 陷害他人 虽是受无日态唆使行事 但是你罪孽深重 难逃一死 小老爷饶命 罪民家中还有年于古稀的瞎眼老母亲 念你伏法认罪 态度尚好 而且心存孝心一片 决定战不斩你 来人 把时间离压至老庙胡同 拜见他娘 然后关进死牢 待他老母百年之后再行刑斩首 多谢青天祥老爷 多谢青天祥老爷 大犯官乌日态 老爷 你大早 去福牙大堂 不是 这天不好马上就要下雨了 今儿了皇上要到几难 这时差也差不多了 老爷 好像是小刘雍在深谙呢 你们怎么走啊 你怎么走啊 我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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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认识他啊 这位老爷 您是刚到济南吧 现在济南城的老百姓啊 没有不知道这个小老爷的 他断起案子来 那就一个神 这儿人太多 要不然我先进去叫和珅出来接您 不用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刘雍是怎么断这个案子 你撕射关卡 勒索客商 横征暴敛 致朝廷法度与天下民生于不顾 你可知罪 犯官知罪 知罪 知罪就好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犯官服罪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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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犯官确实有一事需要解释 说 犯官 承蒙太后恩典 与皇上 结为儿女庆家 可是 犯官和犬子呢 罪孽深重 怕辱没了格格 想请求 解除犬子 与格格的婚约 以简称犯官的罪孽 好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 比如有没有和谁是同党 有没有向谁行过会 没有 没有 好 现在宣判 乌日泰在任山东巡抚期间 作恶多端 按大清刑律 敬铃池处死 好 好 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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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乌日泰最大恶极 让他死便宜他了 因此我决定免其一死 让他活着 受百姓唾骂良心的折磨 第二 将他贬为庶民 接受百姓的监督 为防止他继续作恶 盼他永不得为罗勇 第三 查抄其所有家产充公 第四 乌日泰之子乌罗巴图 仗势欺人横行霸道 罚他劳逸三年 废除他和宇哥哥的婚约 谁带了锅锅 吉侍卫 刘庸叩皇上 刘庸叩皇上 吾皇万岁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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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臣刘统勋 接驾来迟 庭审全席 请皇上 降罪 刘爱卿 起来吧 这 坐 谢皇上 有用了 皇上 替你爹审爱 是你的主意吗 不是您的主意吗 真的主意 朕才刚刚到 朕什么时候给你出主意了 那不是您让和尚给我们烧信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错 可真只是寂王为的诗表达思念之情啊 皇上 您可别吓我 跟怎么吓唬他了 你们大家都听到了 有用啊 你说说 你是怎么理解那首诗的 这首诗的诗名 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是说您想起了我们这群到山东的哥们们 放肆 让他说 前两句 读在一厢为一刻 每逢佳节被死亲的意思 是表达思念牵挂之意 不过我觉得 您急着让我们读这首诗 主要的意思还是在后两句上 什么意思 姚之兄弟登高处便差注意少一人 登高处应该是大堂之上 少一人应该是少了我老爹吧 小刘庸啊 小刘庸 你总算没让朕白费苦心啊 胡闹 简直是胡闹 怎么能让一个黄口小儿 在大堂之上宣判一个二批寻抚 可人都到了 那个 刘统勋又因病缺席 孩儿若是不让小罗国宣判的话 就得自己宣判 到时在太后那儿不是更过不去了吗 皇上 假扁刘统勋 到山东 暗查乌日泰 就是担心太后问罪 老夫本想借此机会 好好杀杀刘统勋的威风 至少让他在太后那儿吃不了兜着走 可现在倒好 乌日泰是你带兵抓的 小罗国庭审宣判的 太后能治一个小孩子的罪吗 那刘统勋不仅没有背上黑锅 反而两头讨好